定载运通 人音有本无所据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的价钱股价指数 真的很强 在涨了186点 那差一点要去挑战这个昨天 爆量长黑所留下来的这个高点 那指数呢 它虽然是大涨了一个格局 可是同学你有发现到吗 其实内股之间轮动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那如果说假设 你是看着某一些股票在涨 甚至说有些市场的新闻 告诉你这个利多的讯息出来之后 你才跑去做追价 相对来讲风险性是非常的大的 这个同学你一定要特别的 去做一个注意跟留意 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要先买什么 买在大家还不知道的时候 然后等它上来 那你知道要 你要有这种这个概念啊 相对来讲 你所承受的风险性才会是最小的 然后呢你赚的获利呢 它才会是最大的嘛 所以你看到说 像今天价钱股价指数涨了1.27% 对不对 大涨了一个格局嘛 那重点是运输类股 今天跌了5%耶 有很多过去的 比如像说阳明啊 长榮啊 像2609的阳明有没有 今天直接跌停锁住了 开不了啦 因为目前呢 卖压超级沉重锁了5万多张耶 甚至2603的长榮行也是一样啊 今天盘中也一度来到跌停盘的价位哦 所以你看到说 有指数大涨 确实啊 是应该要开心的 但是呢 有一些个股 它如果说买在那个最高点的上面啊 相对来讲 你就算看到指数涨 你完全开心不起来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们买股票就是买几涨 不要去用追涨的方式 有一些个股 你可能需要给它一些时间等待 可是我相信 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你买的位接点上面是对的 再加上说 它的产业趋势 在做发展的情况下 机会它自然 它就会来到 而且当它一来到的时候 比如像说 我一直强调硕化股 对不对 今天华夏就来到了吗 亮灯涨停板了嘛 那PCB的价格啊 PCB的价格在涨价啊 所以呢 我说台股之间会走轮动 从10年一次的原物料的大行情啊 你看哦 从钢铁股开始到树化 到未来还有一个资产嘛 所以呢 各股之间就是这样走一个轮动的态势 那你等到大家都知道钢铁会涨的时候 钢铁在涨价 那它就休息了 休息了之后就往哪边去移动 往树化股来去做移动啊 所以我发现说台股啊 在来到一万五之上的时候啊 其实有一部分的资金它是一样哦 都一直在买这个所谓的电子族群 那因为台湾是电子立国嘛 我们很多高科技产业在全世界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我认同 而且这些个股呢 我讲实在的还有上涨的空间 可是啊 有一批的资金它进来之后啊 很奇妙 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传产的族群 所以我说有这一批资金进来以后啊 2021年会是一个传产股奇迹性的一年哦 2021传产它会发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今年的传产股啊 它有一些个股的表现会比什么 会比电子股来得更加优异 所以呢 包括在塑化族群 包括在钢铁 然后甚至呢 未来的一些资产的族群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强 因为报价在上涨的关系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哦 国际原物料 包括原油的价格在涨 包括铁矿砂的价格在涨 那只要这些原料在涨的时候啊 有一些手上有低价库存原料的这些族群 那未来怎样 它有一个涨价的效应出来 当它有涨价效益 就会带动它的获利 开始做提升 这个叫做景气循环的一个概念啊 所以呢 我们要操作这些个股就是找 这些个股其实你在看它的财报 你现在还看不出来 我说深的 比如像说台硕好了 1301的台硕今天涨幅2.11% 这个也是大公司哦 几千亿股本的公司哦 你现在如果看它的财报 好像不怎么样嘛 今年第三季才赚1.47元而已啊 这是说整年的获利 第一季第二季都是亏损的 可是重点在于它第三季 第三季因为低价原料的关系 造成它整个EPS爆增上来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为什么EPS会大增 因为它现在手上的原物料啊 是当时有没有油价在涨之前 在这一段下跌的过程啊 它还是要持续的去买油啊 它总不能停掉它的生产线嘛 所以它一样在这个报价低档的时候 台硕啊台化啊南亚啊 它还是会持续的去买进这些原油的料件 那这些油一旦涨上来了 它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哦 它光它手上这些原物料涨多少 涨了4成 涨了40个percent 所以我说涨价题材 其实已经开始轮动到哪边呢 轮动到一些所谓的这些 传产的族群里面去了 那这些传产族群一旦开始启动的时候 你不要小看它们哦 这些传产股呢 一旦它的EPS获利开始出现大幅的增加 比如像说航运股啊 航运股它们一旦开始增加的时候 大家发现阳明 哇原来一季可以赚到将近快一块钱 股价就直接往上冲了 所以我认为 这样这些个股你要去寻找 有些个股是保 但是有些个股你要去把它做调整 那我认为油价 这两天啊 有没有 是不是OPEC在开会 我相信资深的投资朋友们 你应该会注意到这一点啊 有一些OPEC每次在开会的时候啊 通常会造成油价开始出现一个短幅的震荡 那如果OPEC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石油组织啊 他告诉大家说 我现在不再增产 我要先暂时哦 还是维持原来的产量哦 但是接下来有疫苗的时候 整个全世界的景气开始复苏 那油没有做增产的情况下 飞机已经开始飞了 那飞机开始飞 油的价格就会往上 需求量就会往上去做提升对不对 所以油的价格就会慢慢的爬升起来 那我们从美国的原油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哦 因为炼油跟出口的增加啊 这是美国上周原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 它减少了800万桶 这是今天早上的新闻啊 那你可以看到当我的油价 当我的原油的库存开始做下滑的时候 当我现在整个市场的需求起来 供给还是维持一个平稳的状态 那当然啊 未来的油价它会怎么样 它会持续的往上去做增长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看到油价 已经慢慢的蠢蠢欲动上来了嘛 所以有一些二线的塑化族群 包括了下游的 ABS包括PCB 包括这些PS的东西 那这些产品啊 其实在国际之间啊 已经涨了 已经开始动了 尤其是比如像说PCB的部分 它的涨幅可能已经来到15% 20%了哦 ABS的部分也已经涨得快要一倍了哦 已经快要一倍了哦 所以呢它会造就哦 我们台湾很多的企业 它的就是我们这些二线塑化族群 它整个EPS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二线塑化股啊 是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包括你看哦 台达化的部分有没有 我说它的毛利啊 真的很夸张耶 它是用倍增式的成长 而且毛利率既然第三季倍增了六倍哦 成长了六倍哦 EPS大增到1.91元 等于一季赚了快多少钱 一季赚了两块 一季就赚了快两块钱 所以以它股价来讲 三十几块钱的股价 比如像说这个买点的股价 三十三块钱的股价 是不是非常的便宜 那你买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甚至说你知道说 原来油的价格准备要涨 二线的塑化族群 这些报价准备要上来的时候 以它这种横盘整理的走势 当然就是最好的买点 你就买着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它才会无穷大 所以我觉得整个塑化族群 慢慢的它会成为市场上面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焦点 所以你看到了 华夏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PVC的价格上涨的关系 为什么它今天可以来到厂天 你看过去亏损的一个状态 第二季它是亏损 因为油价在跌 可是当我的油价回温之后 我的PVC的价格开始上涨 EPS就不一样了 如果第四季还在上涨 等到财报出来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 原来这家公司它这么的赚钱 原来整个十年原物料的大行情 就在这些所谓的塑化族群当中起来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它可以亮灯涨停 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油价上涨的关系 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报价 蠢蠢欲动了 准备要来迎接什么 十年一次的原物料的大行情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机会点在这里 那你要怎么去做布局的动作 强势股拉回 你要站在买方来去做一个切入 那下个阶段回来 我告诉大家 哪一些电子族群 会来是一个机会点 待会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的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线形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 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聚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个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然后吃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在传产类股里面 其实最重视的是一个 报价上涨的一个题材 那投资朋友你也不要觉得说 我一定要做电子股才会赚钱 或者是我一定要做什么样型的股票 它才会有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只要了解中间的因果关系就好了 包括就是说硕化那股为什么会涨 因为油价的关系 它会带动整个二线硕化的 包括下油的部分 包括PCB PS AS这些产品的价格 它会上涨 所以有一些厂商它有低价原料的库存 当然它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差 可以赚钱 那就很像当时我在跟大家谈的 比如像说钢铁的部分 当时我在跟大家谈钢铁的时候 像是威智的部分 我在买威智 我说实在的 我买在这个11.8的位置点上面 当时有人会告诉你说钢铁会涨价吗 都没有人讲 那你等到后面它涨上来的 涨幅都高达一倍了 然后你才发现到说 原来现在的钢筋在涨 原来现在的不锈钢的价钱在涨 那这些消息出来之后 就会让整个股价开始怎样 陷入一个高档阵战 整理的一个格局 就很像现在的航运股一样 所以看消息做股票 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看报纸 因为你永远是看报纸 是最后那2300万人 看到的这个其中一个 那相对来讲 每一个人看到报纸去追 看到报纸去追 那怎么样 就会把股价整个追在最高点的上面 因为没有第2400万人了啦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买股票要先领先市场 那也要怎么做到领先市场 看到资金的流向 它自然会告诉你 未来行情的方向在哪边 所以电子股里面我最看好的还是快充的题材 因为快充的族群啊 在今年到明年 甚至未来苹果iPhone 134啊 它都不会改变 就整个规格来看的话 包括就是说快充的整个趋势啊 从原本的18瓦一直提升到22瓦 对不对 那重点在于说22瓦之后 它还会再做提升 它会往35瓦甚至往100瓦的方向 去做一个眼镜 那这种快充的规格 在做眼镜的时候啊 自然会带动起一些族群 它有一个机会出来 所以呢我说 现在的快充真的越来越好了 而且这个好的趋势才刚刚开始而已 你现在看到网路上面 很多人在追啊在问啊 问什么 问25瓦的快充去哪里买 甚至说未来整个小米的手机 它也不再附这个快 过去的那种充电头了 那Samsung的部分呢 它可能也会加入啊 从苹果带动起来的一个风潮 然后甚至连Enjoy手机 都要开始去做切入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嘛 机会是不是就在这边 所以全世界 我说只有4家厂商啊 它是有做快充IC的 其中两家在台湾 这两家在台湾的一家 那4961的尾天域 今天来到亮灯涨停吧 哇再创一个波段新高 又锁住了 另外一家就是2436的尾全店嘛 今天也是涨了2.2%啊 那我说 它的整体趋势都没有改变啊 可是重点是 你一定要买对位置啊 你一定要买对位置 越军线没有跌破之前 它没有走空的疑虑啊 量缩回档它会继续涨嘛 可是重点是 前提是你要买对方向 你才有办法报 你要买对那个位置你才抱得住 对不对 包括就是说 不是在大厂的时候去做最佳的动作 是在跌下来的时候 预测好它会上去 所以呢 量占比700来到40 我知道说 未来快充有机会了 所以BIOS回撤的时候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这个叫做量缩回档 量缩回档 未来它就会继续涨嘛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当时指数中说136点喔 那因为为什么敢买 因为了解它 因为你知道说快充的需求会起来 当你知道了这个讯息 你居然就不会害怕 你不会怕 尤其是大跌的时候 你是开心的 因为你知道 这里可以买啊 这里又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买完之后就直接来到两根亮灯涨停 16号亮灯 17号也是一个亮灯涨停嘛 甚至第三天还在创一个波段的新高啊 那我跟你讲说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拉回你再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回撤回来你再去买 因为BIOS已经来到新高 BIOS高档它一定会做一个休息 它会做一个回撤的动作 这叫做买股票的方法 买卖股票的一个方法嘛 所以伪全店还是伪全店啊 但是你如果用追价的方式 比如像追在这里 那你来到这边你就要怎样 你就只是等解套而已啊 那如果说你是买在这里有没有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 自然会无穷大的位置 当然你不会害怕 你就不会怕 因为我怎么说我都是贪钱的 月线有帮我撑住 未来的这个月线 还在慢慢往上垫高的时候 我的趋势不会改变 所以买股票的重点在于哪里 风险的控管 你真的要把红样控管得很好 所以我说像这种股票 你其实基本面已经开始在转好了啦 11月单股的 单月的获利可以来到0.68元 那我就觉得说快充的需求 并不是含假的哦 它已经真的开始在发生哦 天狱它也是啊 一个月的一个月哦 单月的获利也可以达到1块多哦 那就代表哦 这个IC的产品 这个所谓快充IC的产品 其实它的价格也越来越好了嘛 所以我在操作上面 金流选股放口袋 回撤支撑勇敢买 然后你只要买的方向 买的位置点上面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所以呢寻找一些股票 不要用追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名惊人天下之 所以我要找到这种 现在还是很低的啊 平平的啊 但是呢未来会冲上去的啊 那你如果买的这种股票啊 你买的位接点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你的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那这里面包括了传产 包括了所谓的电子族讯 其实都有哦 那台积电是我一直非常非常看好的一家公司 那我也跟你讲啊 我290块钱买的台积电 我不会再卖啦 我不会再卖啦 有一些做短粹的 那我就做短粹 可是呢 这种可以长报的买点 可能未来都不会来的这种买点 除非今天台积电有出现什么大事情 那不然呢 这个290块钱的台积电 它将会怎样 它将会陪伴我一段很长的时间 可是呢 有一些个股 比如像说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 台积电很好啊 你看今天台积电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565块了 对不对 那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 会达到多少钱 6000亿哦 它会有6000亿的资本支出哦 那跟着台积电的供应链的话 你一样可以持相和啦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谈的 像3413的金顶有没有 3413的金顶 它是应用材料的一家代工厂 对不对 可是你看哦 股价经过量缩整理之后 这两天已经突破月线哦 突破月线 现在扣底值准备要扣底低值 它的月均线就是从下弯开始转为上扬 那我从下弯开始转为上扬 是不是代表我未来的趋势 已经转为正向发展了 所以这一段的洗盘 把筹码洗得非常干净的情况下 当然我觉得 以它的获利能力啊 以它的整个EPS的水准 甚至接台积电的订单 这种水准来看的话 不会太差啦 它真的也不会太差啦 那同样的有一些 是现在才刚刚切进去的 哦 这个就很重要了哦 这就这么重要哦 那包括这家公司 我说5443的均豪嘛 我说量缩回档 未来会继续涨 台积电的供应链之一哦 所以你看到 今天的均豪 一样啊 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来到50块钱了 对不对 那它来到50块钱了 量缩回档继续涨上来了嘛 台积电的供应链之一 那重点还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成交量 非常的小啊 所以呢我也不打算把它公开来给大家去看啊 因为抢筹码抢不到就麻烦了 那可是呢 我觉得它未来的趋势 它会比所谓的精灵 甚至所谓的这个军豪来得更巧 因为台积电 它未来的核心 它的重心 它的发展的焦点在哪里 不只在先进制程 往更先进 包括三奈米 两奈米 一奈米的方向去做研发哦 那它在后段制程的部分 包括在封装的制程的部分哦 它也是一样哦 它也要怎样 它也要加入战局 所以呢 从一条龙的服务 可以拉高它整体的毛利率的表现 因为以前封装可能要给日月光嘛 那现在呢 先进封装制程 它自己做啊 苹果的订单一进来 我全部一条龙搞定 从晶圆制造 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 全部自己台积电来 那它要建构这个封装制程 先进封装制程 它也需要大量的设备 包括这一次在南科厂的部分 它新建的产能 全部都有加先进封装 所以呢 这一家公司 我说它很特别哦 十年摩一件 它就是专攻在哪里 在台积电的先进封装的制程 那你也知道台积电它这人非常的龟毛 它对于品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它一定要把它的东西做到最好 做到最完美的情况下 它才会用 所以过去这十年来啊 这一家公司一直在跟台积电磨合 一直在配合 但是呢 今年开始 从台积电开始做南科厂 一次健山厂 甚至未来还有美国跟日本的 这些生产基地的话 它这些先进封装制程 它已经开始大量的去做出货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已经开始有人在买了 已经开始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所以量占比从1500拉高到500了 已经拉高到500了 所以呢 强势股拉回 你要站在买方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尤其是台积电 未来的前景非常看好的情况下 我认为这家公司 未来前景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顺着资金的流向走 仰镖股才能够赚到行情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鸣惊人天下识 买仰股票不要用追价的方式 仰镖股赚行情 买旗涨不要用追涨的方式 抗讯牌勒 你带我走 我们当座来打拼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不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现行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将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肢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